Hello大家好 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这个四场比较简短的续报国战 希望大家喜欢吧 那么素材的话主要有XYZTLY 环东波DLCX和第三只清风 提供的素材这里边十分的感谢 那么我们的话就是这样啊 因为都是续报局 我们按照这个整个的进程啊 快慢来看 先看第一局最简短的啊 那么第一局的话我们是一个 看一下这几号位啊 我们是四号位 主角离点月镜猪臂啊 大猪鼻猪鼻组合 那么四号位这边 骑手队友呢就大落神出来了 回个开始 但是场上感觉啊是有改判啊 模范阶段拖 那么这一拖的话会不会一拖成名 一炮而红呢 多打打炮啊就能红啊 那么桃云结役开出来 但是还是没有 周氏的话 嗯 吴忠胜有顺势转扬 看看有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清国最后啊 结果遇到了庞德 这就有点尴尬了 万箭齐发打出来 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真气啊 估计要吃盒饭了 对吧 这个剧组热吞吞的盒饭 已经是八百里加急 赶往战场 三号位没有动 人王断家麒麟宫挂旗 主持角这边是珠穴扇子一挂 后面的过河拆桥 拆一下徐楚 你看 对吧 众矢之地啊 吓人 吓人 这干嘛呢 那么那边老汉要推车了 要老汉推车 那么我们续报过程已经 主持角这边很明显了 就是开局 连弩扣在手底 等的就是一波暴动 那么南蛮入侵再次打出来 这样的话好像还差一个南蛮 还有一个南蛮没有开吧 好那边阿章也出来固阵了 那么现在整体这一步啊 大吴直接做大 双头难出来 绝一四战 吴将呢 可能要招受一小波畅伤 没逃 呦 这肯定不是那个 刚才应该是曹丕的赌条啊 曹丕的话我们下家 没这么水没这么什么 还是刚才那个田丰 田丰那双头应该是直接出啊 对吧 等会儿等会儿 刚才那个 大桥那个毒条啊 阿章大桥那个死了之后毒条 不太明白 不得撤退 那么主持人可以看到了 这一波的话是直接跳出来了 肯定没有草皮啊 刚才那个毒条是啥嘞 啥嘞 给我拉过来 双头 走 双头走 那么五号位淘汰救了 那看来五号位有可能是田丰啊 不对啊 他也没有尿 等会儿等会儿 这个这个 我们看一看啊 立下手工 那么最后的话 这边消火 看看 现在反正主持人 这连奴啊 已经是虚报在手 吃鸡皮看一下 五号位的主将 然后呢 火攻带庞德 结果一逃啊 继续撸回来 雷熊 雅狗 杀一下 双头那个顶啊 结果教主还是救了 他好 我也好 接到二人再来 那我们这里啊 该杀还是要杀的 对吧 恐龙 恐龙 那么 最后的话 这里 决斗钉缝啊 杀一刀黄盖 应该是教主的主将 会不会是田风啊 上你 守刚场 那么这里的话 索索连环 杀一刀钉缝啊 杀一刀钉缝 直接带走庞德 因为那边八卦 你不太可能动 最后呢 一代牢刷一波 连弩的话 直接吐黄盖 黄盖一旦能吐下来的话 那里后面啊 就直接是 当然啊 也缺距离了 缺距离了 那么就是这一波 小年弩吧 对吧 续爆小年弩 没有特别大的爆发 但是最后呢 应该来说 带走了香香和周氏 还可以 那么刚才 二章大桥那个点 就认识什么点 什么独挑的点 这个大家帮我纠正一下 我已经懵了 好 南蛮入侵打出来 教主的话是 与我为敌 好 最后的话这边啊 继续暴动 走你 很轻松啊 很轻松 主要这局就是一个普通的续爆 小年弩啊 那最后的话 收两人 留两人 留两人 你被加一卡出 这是完全没有办法的 好 第二局 第二局的话 这边呢 是一个 这个主持绩 四斜 张飞没有问题 不带小柱格 没有问题啊 这种四斜武将 方便续爆 然后呢 那么起手 欧戏满满 鸟难在手 鸟难在手 上架 青钢八卦挂起 那么主持绩要开出 五虎囊 人王啊 这个开局形势 一片大豪 对吧 红红火火 黄黄火火 一片江山 映日红啊 那么 下下简易 五虎神有顺手 录一下八卦 那么这个点的话 再各种盲顺啊 会不会是偏位将多一点 当然这个 九十级不太好去啊 明确判断 顺手录八卦 这样的话 八卦还没无热乎 就丢了 玩沙盖 就这么早出来 打的不行啊 对吧 长沙盖章感觉三四五这边啊 感觉可能都是偏瞎打局多 黄盖的话 再次不辞 就是盯着四号位 那狗狗作为这么一个 武将刚才去盲顺啊 这都没有问题的 那么黄盖 不客气 直接宣示主权 狗狗 你是我的了 对吧 那么 你看啊 我们吸了鸟奶 狗狗他也吸外界 那这样的话 基本 三十三上牌是 不是 不是基本 而是肯定啊 没有AOE了 那么所以我们暂时 回复外界安全的 黄盖啊 这边有点溜了 最后是绷完 手里一波大闪啊 一波大闪 又有改判的啊 又有改判的 那边的话 木板阶段 独条 三血五将啊 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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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全无了啊 全无 刚才说到这个 改判啊 上一局 那个教主身份 其实是应该来说 是明的 因为那个 真机开始 他有个 回复开始读条 对吧 刚才忘了说出来了 好 那边街道上人 杀一下真机啊 这个是飞味 整理我 今天解说 不在状态 不在状态 感觉比较赶了 今天是先解说的 刚才那 一波 徐氏的捐赠啊 解说的大概 一个小时 比较累了 好 这一局我们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八号位 寒冰挂旗 没有大动作 现在大家都不动了 都不动了 主持人 完美虚报 因为别人要杀你的话 先跳过人王这一关 所以闪的话 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了 而且是杀你也相当于虚报啊 替咆哮准备 那么现在整体这个局面的话 点尾真机肯定是可以1V2 37位 37位 那么后面他 没有去打 这摩牌的话 应该来说 我觉得更多的是大事啊 嘟嘟的话 可能性比较小 嘟嘟肯定一般而言 你这个时候跳了女魔 嘟嘟就干脆直接跳出来 对吧 没必要再藏了 但是 他这个 已经暴露独条了啊 暴露独条了 九杀一刀 女部无双到手 谁开局啊 开局 那边 诺神 那么场上的话 可能还是有教主啊 教主女部主将啊 恐龙主将啊 都有可能 八号位再出一个教主 也不是不行 那么大师啊 大师出来了 对吧 确实没有必要藏 你这个就直接酿出来 八号位气牌 闪电没有挂 看来这不是教主了 如果是教主 我觉得 场上现在这个局势啊 完全可以挂闪电了 对吧 那么主主角的话 跳半将将嘲讽 没有问题 现在整体就是全熊做大 后面呢 所以主主角跳一个黄钟 这绝对是将嘲讽 然后又可以安心的去续报 除非别人啊 先出击打你 否则的话 基本可以是安安稳稳看戏 决斗再操恐龙啊 再操恐龙 那你像女魔这个点的话 大家基本估计啊 该动也要动啊 该动也要动 动次打次 一波走啊 顺手打不戏 那应该是 飞无了 那么最后的话 就卫鼠 卫鼠的话 哎呦 女魔这个黏奴啊 这此时此刻就突出来了 那最后的话 还有一杀 小胖 小胖 那小胖呢 这里我们当然啊 两个男伴在手里 他这个点 我们是保不住 保不住 所以感觉呢 他这个人头啊 死了拉倒 反而的话 我们希望恐龙啊 把这个点给收掉 哎 万万没想到啊 收不动 收不动 那这样主持久的话 这几笔 可以啊 杀一刀下架 呃 最后气了一闪 还是藏咆哮 这个应该来说 策略还行啊 策略很不错 不暴露 我就藏将啊 因为这个时候 你再去咆哮的话 基本就是打过那个状态 没有必要 那么那边呢 终于把江维给带走 后面我们这两个男伴 就可以开了 当然点尾的状态 跟全身的状态 都还算比较好 可惜大师这个点啊 我们的不能是 成为自己的人头 那这样的话 只能说2v2 2v2关键是男门啊 一直续在手里 后面就等残局了 啊 就等残局 啊 不充分暴露自己的目标 那么女部撤离主将 不是教主的话 远教进攻啊 杀女部应该还算比较安全 那么直接出张飞了 张飞在此 那么这里注意了 最后是直接拿杖八 硬拍女部啊 那么你以为男门就要开发 并不是 哎呦 这里什么鬼啊 什么鬼啊 教主这一手 什么男牌啊 从头到尾都没闪 说不过去啊 而且没气过 是我一级 是我一级 那边强西啊 带一下 对吧 这好像都没气过 怎么 开始就是囤了个八卦 后面啊 被狗活掳走 那这个有点尴尬哈 有点尴尬 我们闭娘 这个没有办法了 这人家肯定是保你 那么两张男门啊 你看不到最后 不死心 不放手 所以现在你看 女部一个人王 就是把小坊自动啊 转移到真机那边 那么后面的话 你这两张男门 就能有大作为 绝对是大作为 杀一刀 那么当然我们希望啊 这里两个男门 肯定是能收到 女部的人头 后面的话 一旦收到她的人头 真机那个点 虽然啊 两个男门 不一定能打动她 那第二个男门 一九 我们希望啊 杀一刀 掌废在此 再留一张火攻续报吧 对吧 再留一张火攻续报 这边呢 我觉得没必要换人王啊 因为真机黑杀居多 你换 把人王顶掉 不应该的 你这里肯定是 留人王啊 八卦这个风险太高了 那么最后这边的话 比较淡难了 火攻 最后一拼了 最后一搏了 对吧 最后其实这里 有点怨气成功了 主说叫不应该换人王啊 人王应该来说 很克真机的 整个续报难门 出半将 藏半将 然后杖八先去拍 都很好 打得都很不错 就最后这一下 顶人王这一个小细节呢 感觉还能够值得啊 更漂亮一点 应该是留人王啊 更好 还好最后啊 怨气啊 上帝啊 上帝站在我们这边 那就漂亮了 下一局 主持角 小乔加黄盖 黄盖主将给床位 小乔放风降 这样的话就是牺牲调戏啊 保床位 没有问题 一号位的话 雌雄挂起 乐部素贴一下 三号位 国外拆桥拆一下 八号位 这个打得比较浪啊 可能偏位 张飞旁统出来浪一波 这就是绝对是打功势力啊 打功势力 对吧 大罪附身 本出来袭 啊 咆哮 这里杀一刀 这还有个毒条啊 是一个毒条 这是啥呢 最后呢 这桃子也拍了 反正就是浪啊 对吧 浪里个浪 浪里个浪 浪里个浪里个浪不怕 那边 勒不四鼠 被控 再看那边啊 刚才这个毒条 大桥 大桥应该是琉璃吧 没必要 还是我又看错了 今天这个判断啊 很不 不在状态 好吧 主持人这边加一键一挂起 两杀一闪 这个刀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下加 人王盾 那么张飞的话 经过了开局的啊 一波小高潮 后面没有大动作 无中生有 最后弃牌 南蛮扔掉 对吧 应该来说 可能还是偏 无将啊 偏无将 卫将肯定是不太可能的 那边的话 去打一下 飞无吧 飞无 位数多一点 这边我们可以标个无将吧 都弃了南蛮 五号位 没有动 六号位这边也不动 我们主持人家的话 还是 哎 有寒冰 这边我感觉 还没 可以挂一下吧 对吧 你这 气沙干嘛呢 你必记 当然啊 已经气掉一个南蛮 所以这一局的话 顶多还有一难一万 所以你手牌 还是足够防御的 因为街道上人 各种浪塔 浪里个浪 浪里个浪 浪里的脏飞 不爬了 好 过河猜桥啊 这里 这位大哥 还是琉璃吧 这应该是琉璃吧 这三号位完全暴露了 那还不如直接出来了 怼四号位啊 对吧 这四号人家不怼他 他怼你 那么万箭终于开出来了 还有应该还有一张南蛮啊 那么现在整体的话 五号位开出了这一张AOE的话 应该是很不友好的 针对无将啊 主角这边 寒冰挂起来 对吧 你这个也没必要 说不挂 当然寒冰啊 有点刻主视角自己啊 对吧 我们小小肯定是害怕这个的 嗯 他说很明显了 确实 那看来他就是故意露个琉璃吧 但是这样很有可能会不会来个僵尸呢 哈 这边说186跳的位 那就不管了 反正是位属居多啊 属位也不是不可能 那么张飞看看这一下 并没有拍 而是直接弃牌了 Nice 啊 Nice 这样的话 大乔孙金啊 我们这个猴子 大圣 上一刀 最后呢 只能弃牌 暂时的话 应该来说啊 纯雄 哎呦 套路太深了 这也真会找点啊 真会找点 那么主视角 来 双无 双红啊 Nice Nice 最后女巫雕蝉这个点的话 还有大乔这个点呢 是他防了 调戏 没给床位啊 所以的话 这个点 那我们这边无中生有 最后的话 气四排啊 谁都不动 谁都不惹 很友好 很友好 下家的话 去打群雄 这里倒是可以啊 反正猴子那边 肯定要扒雕蝉啊 这不扒他不可能的 张飞你看也来撸 因为现在的话 你雕蝉再长啊 整体对于男性武将 肯定是有威胁 所以的话 基本大家都会去 针对貂蝉 那所以他这个 开局就是闹 你没有一定的 很强的实力啊 尽量不要去浪骚啊 这样很容易被针对 最后的话吃桃 上一刀 各种琉璃 各种琉璃 最后吃桃 那么主持人 刚才我们说到 今天的整体的主题 就是序报 主持人 已经难买 就各就各位 各就各位 瞧瞧 交给你了 飞舞 飞舞这个状态 整体就是 坑全熊啊 还三血不卖 数将吗 对吧 这个是数将吗 主持人 是去控了一下 暗将五号位 因为他开过一次AOE 我们标的飞舞 八号位是直接气了桃 应该也是飞魏啊 最后真 整体的话 还是鼠无君 概率比较大 张飞的话 继续咆哮 这个就打得 非常的卖力了 反正大公仔 大公仔 真实比看一下 五号位的副将 然后以一代牢 刷一下 桃子吃起来 再打一下 那么又是卫鼠 又是卫鼠啊 那么 卫将 卫将 没有问题 这个身份 还是比较好判断的 所以现在整个局面 应该来讲啊 最后可能八号 这位啊 有 有可能 会是队友 那会是队友 而且他这个队友呢 可能跟拼向 可能也来续报 他刚才都气逃了 这也是卫将啊 也是卫将 好吧 刚才我们是标的飞位啊 他三血不卖的 对吧 那我们主持久 南蛮直接A出来了 但这一波南蛮 整体啊 续报是 肯定是续了 这个南蛮呢 没能打到啊 没能打到 主持久 当然半量小桥 肯定是没有问题 这个防御的话 其他人基本不会来动你 好 那么第一阶段的续报 大家注意 这只是第一阶段续报 这一局啊 主持久 续了好几次 先带一波 本来可能想啊 带一带狗后来 接着我没能带走 最后也没有去杀他 好皮 求稳 求稳 那么最后的话 这边终归是属将 一个2v2 点尾的话 果柴桥 他可能 肯定不会去动旁桶的 那么我们刚才说过 对吧 你以为那是第一波 其实我 这一局提前看过啊 我刚才解说啊 还是以为那是 已经要 暴击了 结果万万没想到 我们是分不走 第二章 南蛮再一次来袭 当然 这一波的话 顶多啊 也就收一下许楚 旁桶那边啊 涅槃 涅槃了 这个放出来 没有没有问题 因为你这里 点尾已经气了 那你就干脆啊 收了他 然后去小暴击一波 打一下老朱格啊 那我们这边啊 刚才暗藏了半将苦肉 最后的话 当然这一杀 不一定能收到老朱格的 嗯 那你 这出乎意外啊 这是难以意料 但是最后这个地方啊 要批评一下 这个南蛮再开 就没意思了呀 对吧 你好歹像刚才那里 能试一下呀 对吧 好歹稍微续一下 对不对 这个 你这个南蛮完全可以续一下 没有问题的 当然最后 我们这个单挑啊 其实没有很强的实力去单挑 拆减一好评 放风筝 就 没有 不是说没有实力 而是说啊 张飞 他是人肉奴 所谓的话 应该来说 对你小乔而已呢 还是比较克制的 比较克制 那我们借刀 你没有杀了 那我们就 拿刀过来啊 最后主持人叫 这么一波牌 结果没有杀 没有杀 很坑爹了 那么起三张方片啊 留一个黏弩续爆 没有问题 这里的话我们第三次续爆 第三次续爆 还是续黏弩啊 那这样的话应该来说 对面呢 暂时如果杀不够多 那我们一刀 黏弩挂起 两刀 三刀 那么再绷一下 再绷一下 其实你如果真要决定输出的话 可以先绷啊 再输出 那么这里再杀一刀 最后 走 所以的话 这一局啊 好几个阶段的续爆 还是值得大家去 虽然这局啊 杀人不够啊 呃 就是斩人如麻 不像这样 斩人如麻 很痛快 但是整个的而言 几波的续爆阶段啊 三阶段续爆 还是值得大家小细节处理 但是刚才一个难买啊 放的比较草率 好吧 最后一局 最后一局的话 我们这里主视角 是大师祠 那大师祠 呃 开局呢 是留了一波红沙 火沙属性沙 其实可以留一个勾点 勾点 当然 目前而言的话 你想去暴动 还是为时过早 也没有问题吧 三号位 粘弩般挂挂起 这 粘弩都非常敢 都敢挂啊 非常有自信啊 那边的话 这只比 这什么鬼啊 自己打了无险 手残了 手残了 结果呢 你不仅手残 你还怨气不好 扎到教主 还好啊 没批中 一波三折啊 玩心跳 雷公主 炒一波饺子 那边的话 过车桥 拆了粘弩 这是保真机吗 这是保真机吗 我们就标个卫裙吧 对吧 那边街道喊人 这里标一个 非卫非裙 属 五六位正好应该是 应该不是队友 那边的话 七号位开出了南门 我们可以标一下 非无吧 对吧 小猪狗直接跳出来了 燃烧吧 军团 那么我们上架 暂时是托管的一个状态 主持人的话 五六金挂起 一杀一顺 直接留在手里 教主看一看 没有大弄 那边的话 勒布斯鼠贴出去了 这个勒布斯鼠 应该来说比较仇视了 但是他也有可能 如果是考虑他全雄 还保一下真机 也有可能 然后呢 也有可能是刚才的 因为拆了他粘弩嘛 仇杀一波 仇杀一波 这个恩怨情仇啊 有点复杂 对吧 那边决斗 骚暗将啊 当然我们可以 标非无啊 这武将应该来说 不会去浪动一波 那么最后这边三号位 还一波 大空城啊 大空城 大空城的话 这样宁可打出杀 狗祸 懂胖 老猪 这个太难猜了 那么我们这一波啊 注意看到 主持人叫直接啊 形成了一难一万到手 这样的话 开始虚报的真诚 教主的话 无骨封灯 反正先把三号位那边啊 破空城再说 管你是懂胖 哎不对啊 懂胖他还真不应该 看这个无骨 教主啊 但是感觉更多的可能 会不会是偏畏见啊 不太清楚啊 不太清楚 呃 真姬 落神 一代老 你可实得此阵 打不动啊 这俩头啊 这是啊 汗的汗死啊 落的落死 火攻打一波教主 果然是本身就跳飞拳的 那这一波火攻的话 可能更多的是偏暑将吧 偏暑将吧 哎 这里注意了啊 那边可能是装身份啊 毕竟这一个燃烧吧 他毕竟没有能说完 直接撸下去 那边说太假 太假 队友啊 都承认了 那我们就认为他是属下吧 这种志愿之后一个火技啊 装身份的很常见啊 很常见 那么话图又出来 教主其实没必要这个时候出话图吧 你自己又不回血 对吧 你这出来干嘛 大哥你是卖萌吗 萌驼啊 羊驼啊 卖萌 那边 你继续看啊 这个时候那边说啊 三号位早就是魏将 只能说有这种可能性 那万一他这个 套路太深 你摸不准 你怎么办 对吧 那么真机师还杀了一下 吓一下 搞不好呢 那边啊 三四五 有可能形成一个魏国三连洞 但是现在啊 整体其他势力也比较多 所以这里魏国的话 不一定能做到 那么小猪格啊 我们那个第三个優移拿走了 主持者要拿一杀 防一个呗 防一个呗 你南蛮要开就开呗 对吧 谁的武器 故意陷害我 总共啊 是三张武器啊 一谱 武器 两张国武器啊 南蛮入侵打出来 主持者要直接输杀 呃 现在场上啊 这个局面 可助我绝大 你看 站一下大不动 七号位啊 七号位这个鼠国的身份 应该能做事 啊 应该能做事 呃 洛布斯鼠 这可以标一个飞位吧 对吧 既然大家都猜一个 评委将 那我们就 就标个飞位 话说你还不回血 顺手 那主持者要注意啊 这里本来呢 娘也续在手里啊 可以啊 坐吃 啊 管虎兜 结果呢 这人家一操手一顺 当然啊 无论顺哪一张都是好牌啊 天下大事 唯我所纵 四号位就这样被乐了 五号位过河拆桥 哦 那么这样的话 还真有可能是三年位啊 三年位 决斗 算一下教主 教主太惨了吧 淑姜 淑姜 那么这样挨个的是 被逼得出来 耐不住性子 小猪狗表示啊 很淡淡 但是小猪狗啊 这个你不打出 十字技能一刀 这个太好猜了 太好猜了 火鸡啊 教主的话 这一下万箭齐发啊 那酿出来 那么主持者 刚才是被五号位看过的 所以的话 那边也算比较正常 那么像我们上家 这种打法呢 你要防卫啊 防卫 这渣鼠 虽然啊 那边小猪狗副将啊 藏一个旁桶也是有可能 但是目前而言啊 还是以看戏为主 你不能让卫国啊 到时候捞到好处 那么主持者 这个时候呢 是去到了第六轮 终于把这一张南蛮给 扔出来了 啊 终于给扔出来了 果然董胖啊 这 我们刚才猜过董胖 因为他说那个时候啊 决斗的时候 明着自己要掉起 他是杀还是扔出去了 都不防南蛮 都不防南蛮啊 所以的话 董胖啊 狗祸都有可能 对吧 结果最后还是董胖 狗祸肯定是不可能的 刚才狗祸的话 他肯定是直接三血脉出来 那时候董胖跟那个 谁啊 老猪啊 老猪 最后他是落实了董胖的身份 那么现在的话 整体五号位那边应该来说 庞统 都被猜中了 所以这一局 对于暗将的身份上来讲的话 还都是好猜的 都是好猜的 那边啊 这局 这局已经到入了 最后的一个收官阶段了 其实这一个收官阶段呢 整体啊会非常精彩 大家可以看一看 来教主被直接啊 为人一刀 酒 酒杀带走 知识就别看一下啊 我们主将 结果出了大师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小诸葛旁统 无中生有 可年起百 那么通通轮起来 此活可助我军 大祸全身 那么先说曹老板 走好不送 后面的话 有没有 继续上一离 可年起百 继续骚包起来 方便啊 方便 结果的话 那边八号位就起了 那么这样的话 董胖又被带走 他董胖也续了一张南蛮啊 那么火宫 再自爆小卡车 结果那五号位是两头 名的两头啊 这两头是名的 最后呢 马老板 弟兄们 我们的鸡儿回来了 乐部司宿空一下五号位 那这样的话 其实小诸葛啊 一波打工啊 当然这一波自爆 非常漂亮 那我们主要拿到圈链 直接拼链 请助我一臂之力 可以换灌石了 九 这里感觉啊 感觉应该来说 九杀顶在前头比较好吧 比较好 你九杀在前面 不就直接聚了庞同 聚了庞同 我想看 九杀的话 黄龙肯定是卢不了 那么庞同是必死 嗯 那主持人要注意啊 刚才这里只是结束了一波 我们前面啊 续过一次南蛮 最后这边 又续了一张南蛮 所以这张南蛮啊 再一次显示神威了 界面分一半 最后的话 K点拼出去啊 因为这个K点拼出去 必然啊 能够带节奏了 来 最后把马上打到一起 南蛮 收官 南蛮收官 所以的话 剩下五号位不可能 结果最后还是一手将啊 一手将 这马上太坑爹了 马上太坑爹了 你都刚才这种样子 你还不出来 干嘛 哈 你想干嘛 这已经马上啊 最后打了差点 但是主持人要 这种虚报的概念 我们依然是一个两波虚报 第一次南蛮 但是那个南蛮呢 整体感觉打的质量不高 第二个南蛮质量就高了 对吧 我在最后的收官阶段 我就来怼你们 好吧 那么今天的这个虚报啊 就给大家带到这里 最后的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